今天是第四次,我曾經跟美國總統的大會演說,這會是最後的。 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演說開門見山,直說這是自己最後一次作為美國總統在聯合國演講。 同時也提到了自己在今年做出了艱難的決定,不繼續參選。 他提醒各國領袖,人民的利益比留在位上還要更加重要。 拜登還表示美國會繼續在戰爭中支持烏克蘭,直到烏國在聯合國憲章保護下獲得公正且持久的和平。 拜登也對情勢緊張地以離居士喊話。他認為外交途徑是住在邊境的兩國人民能回到家園的唯一方法。 但黎巴嫩外長也在演講後批評拜登,認為他的演說不夠強勢,也希望美國能動用對以色列的實質影響力來阻止這場衝突擴大。 拜登也繼2022年後再次在大會演講中提到台海和平。 當時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,台海局勢達到緊張高點。 而這次拜登先提到了近期美中之間,在打擊毒品問題上展開合作後,又立刻談到了美國會對抗中國在南海進行的不公平競爭與軍事脅迫。 也會致力保護美國的尖端科技,不被用來攻擊美國跟夥伴。 拜登生涯最後一次聯合國大會演說,再次確立了他任內的外交立場。 環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。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,並開啟小鈴鐺,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。 並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